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邱嫣当然还是要大人了 大人 你看 今天轮值我收到好多花啊 谁让你说这人的话 邱嫣 你是且了心要疼我过不去是吗 邱嫣不是那个意思 大人尽管随师姑娘去 邱嫣今天收到这么多客人的话 也不缺出台声音 站住 大人虽包了我 叫仿司规矩我也得轮值现役啊 大人不来 还不许我收别人的话 也太霸道了吧 那你是要我呢 还是要花 好香啊 不许我呢 别写花呢 修缘当然还是要大人了 梁大人 大人可以把我放下来了 大人下次来 要再带些 金玉首饰做礼物 转宠燕姑娘的戏就更真了 这是 上次在台英寺啊我给你收购 我要送谢礼给你 之后应该种种变故 都没有给上 我明白 你这是想谢我 替你出谋划策选聘礼 去 大家试试 好看 上次你跟我说的可是真的 喜欢吗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喜欢 喜欢楊大人吗 只要是比胭脂贵重的 李鸭儿都喜欢 哇 这么好看的音乐啊 大爷 我也想有一条 小仿司女子 整番吃醋的饥 一刀雪的肉目三分 还烦起梁大人替鸭儿戴上 好了 咱们梁大人 李施姑娘如何 怎么回事啊 梅肉天仙 谁都比不上 你作戏怎么说此不作戏 我比不上 石姑娘凤子绰油的万分之一 你就是凤城 你也太夸张了吧 我从不说假话 别说了 人都走了 靠梁大人也是养不下去 还是我自己去要些韭菜 咸摆咸摆 杨大人送我的鹰楼项圈 让那些明的暗的人看看 杨大人是如何专宠我呀 走吧 突然是否真是人 哀愁 不死 你看看看看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